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出席一個學校論壇時後說 希望有行政長官普選 但就不贊成用公民抗命的方式去癱瘓中環 破壞香港的財經中心地位 去逼中央接受普選方案 有些方法根本不符合 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 即是已經無法說 你無法走前 於是你說我既然下不了錢 我就要去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的代價是我們付出的 你用這種方式未必爭取到 但你先傷害了自己 范徐麗泰又指中國的政治發展 要採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不會學西方制度 內地就是要實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 我們香港就不是社會主義 我們是資本主義 所以我們是可以去找自己條路 但是當我們要去說服一些內地的朋友 關於我們想做的事的時候 你用西方的價值觀去跟他說 是沒有什麼用的 范徐麗泰又認為 香港沒有籌碼迫使中央改變立場 但他認為2017的補選方法 並不會一成不變 希望局界在基本法 和07年人大常委會的關架下提出意見 自己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思 可以幫忙傳話 香港風貧電視記者許俊傑報道 有明顯時經歷 無詞 能夠駐 很助爭 感谢观看